我是陳喜根 你好 Danny 我們是代表北美洲台灣商會的青商部聯合長會 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可以跟您在這邊 我在去年11月的時候 有經過喬友會 有聽過您的一個講座 是啊 非常好 大家問題問得好 而且感覺說跟您在溝通的時候 這個時間的速度真的是往前走 1.5還是2次 就真的好快喔 對啊 Well worth the time 謝謝 今天是希望說可以跟您做一個講報 然後看看說我們未來有沒有可能 青商部可以邀請您 開始用圓端的方式 或什麼也給我們來做一個 現在大家只能用圓端的方式 的確大家都要安全嘛 對啊 然後也有在新聞上面看到說 有這個機器人 對 所以Super cool OK 首先先跟您報告一下說 我們的分會的話 我們有從加拿大到美國 OK 然後我們是從West Coast 一直到East Coast都有 所以從Vancouver 我們一直也有到馬亞 對 那這些分會的話有大有小 不過呢 我們是希望說 現在尤其是疫情的時候 希望可以經由北美洲的這個總會 然後青商部來幫助大家提升 對 本人出生於新竹 現在在美國住在加州 在南加州 Urbine那邊 對 你是最近又要回去嗎 還是 我19號的時候會回去 OK 對 希望Flight沒有被Cancel 應該不會被Cancel 還是要注意身體 對啊 回來的時候是已經隔離過 然後又在自己在家裡又在多待 所以完全OK 當然當然 但是你回去之後還是 那我們在疫情的這段時間 我們已經有做了一些 不同的線上的一些活動 包含法律上面的專談 還有跟物流有關 因為我們有些人是創業 還有一些跟房地產有關 跟在僑區地那邊的一些生活上面的一些話題 那當然我們以前 有做過直接到商家去做的一個專訪 但是現在因為大家沒辦法去 所以我們就會派幾個人過去把它錄下來 然後之後用 就是Live Q&A Live Q&A 或是這個後製的 OK OK 對啊 那有一個 有一個這個我們的 我們的活動 就是跟這個 法律有關的 那這個的話我們就召集了 我們青商部裡面 有許多不同的律師 就是從Georgia到Seattle 紐約 還有我本人在 Orange County 對 這個是馬克思訊軟體 這個我們是用 我們那一天 這個活動的話 是用GoToMeeting 對對對 看起來 有點像 它並不是一個很 你懂的 我們也可以用啊 我們也有嘗試用Google Meet 然後還有WebEx OK 對 我們都可以用 嗯 那我們還有另外就是 生活上面一些討論 那我知道您也有參加一些這個 網路上面一些討論 那就是比較生活上的一些話題 我們也希望說 經由比較活動性的 活潑性的邀請到台灣其中一位網紅 在我們Orange County那邊 一起來跟大家做一個節目 對 所以就是希望說 在這個時候 能給大家更多的online engagement 讓大家還是有一個就是 團結在一起的感覺 不要完全就失散掉了 對 對 那這個的話呢 是我們 對 我們有去參訪一個 在加州那邊的台商 它就是東森電台的 美洲的電台 那我們就 經由這個 那邊的執行長 帶著我們走 然後去看他們裡面 是怎麼樣做節目 然後我們那一天的話呢 是一個live 大概20分鐘的Q&A 然後我們先前有一段影片 大概是8分鐘長的 都是我們先進去錄好 了解 然後那一天live的時候 再先直播這樣子 對 OK OK 好 那現在我們情況的話 是這樣子 我們分會總共加起來 從Vancouver 到Orlando那邊 我們大約有500個台灣背景的人 是我們青商部裡面的人 那我們 Break down的話呢 66%是工作者 然後有17%是創業家 另外有16%這個是學生 然後有一部分是國際學生 等一下我會回來 然後討論一下說 這個也是我們很希望能夠 這幾年把商會做得更好的地方 那分會裡面大家的survey之中 是提到說 40%的人是希望可以 經由北美洲的這個體系 來幫助增強他們創業的精神 因為看我們的這個 創業家的這個比例 其實不是那麼高 假如說今天跟亞洲的清商 或者是其他地方的清商 比起來的話 我們其實是算偏低 那當然北美洲比較 在生活中重視這個專業人士 當然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有62% 可能比較多是像這樣的人 當然 但是大家在商會 都還是希望可以創業 除了這以外的話 我們也希望說 會跟會之間 比如說Seattle跟Orlando之間 可以有更多的這個互動 那這樣子就 希望可以經由我們這個 Mothership 對 北美洲來幫助大家做這個書 我們也希望說 可以辦一個比較重點性的活動 多個重點性的活動 這樣可以幫助我們商會之間的 互相的互動 那這個的話 30%有注意到說 我們傳承的有問題 那這個也是可能 等一下麻煩請教你們的一個 你們清商部有年齡限制嗎 有 有的 40歲 所以確實就是隨時都面臨傳承 對 隨時都會被看到 對 嗯 嗯 嗯 那 我們有一個 這次我回來 其中一個想要能夠達成的事情是 希望能夠幫忙 我們的北美洲的清商部 跟我們台灣不同的政府單位 或者是還有一些私人單位 可以看可不可以 結合起來 然後做一些活動 比如說 這個焦點人物的Q&A 今天分享 對 這其中 今天來的其中一個想法 嗯 對 那我們有想要辦一個 比較跟年輕人可以接軌的音樂會 不過這個藝人為什麼會是政府去做呢 我們已經脫離了新聞局的時代 我們大概很難合碰藝人 對對對 這不好意思 這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看可不可以經由政府的資源 跟大家一起來做這個事情 對 然後還有一個是Pitch 台灣尤其是 像這個地方也是啊 幫忙大家去Cultivate 怎麼樣去創業 那我也希望說 我們經由北美的平台 可以幫助那邊更多的 更多的我們的會員們 去有這個勇氣 然後有這個Smart 有這個Sense 可以來做一個Pitch 然後幫助大家提升自己創業的精神 對 那因為我們是長期會跟喬爾會活動 所以也跟您報告一下 我們喬爾會還有喬商處那邊的話 我們是也希望說 剛剛我們提到創業 對 那這台灣信保的話 依我們的觀察 其實在美國那邊的用戶不是那麼多 對 那我也希望可以經由喬爾會 還有喬商處的幫助 我們更加推廣這個東西 然後去發現說瓶頸在哪邊 為什麼比較不用 對 還有另外一個是特約的商家 其實在北美來說的 它是非常小的比例 對 那我希望說經由我們 已經如果說有至少百分十五以上 是創業家的話 那大家應該也可以加入 還有我自己服務的客戶群 應該也有很多可以加入 那也幫助我們的僑民 去多做一些事情 那想要求的合作方式 其實就是看看說 我們可不可以用網路的方式 來做interactive Q&A 那時間也不要太長 大家時間都很寶貴 那我們製作的方式的話 可以是像現在先錄再做 或者是直接like Q&A 對啊 那我們那一次十一月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非常好玩 是你可以讓大家直接問問題 對啊 對 然後直接po 對 真的 我覺得這樣子的方式是很棒的 對啊 非常有趣 所以就希望說 我們是不是有可能可以跟您一起做這個 可以啊 但你那個time frame是什麼時候 我們time frame的話 flexible 我們主要是要看說您的時間 對 因為大家上線的話 其實早個一兩個月 對 先把這時間調定之後 我們就可以通過 然後是我的一大早 對不對 應該是對你們比較方便的時間 因為我們是East Coast到West Coast 對 所以我們是Ahead 至少12小時 對 所以假如說您的晚上 或是早上都可以 對 但我的early morning 你們才會 你們才會 都是day time evening 對啊 那就是business hours 那如果是我的晚上的話 那就要有人很早起囉 那對不對 謝謝您 是 不過 我們也是希望說 可以配合你的時間 沒有沒有 我覺得 因為你們如果 兩邊的 就東南西岸的人 都有 而且都不少 的話 那我們就直接說 是我這邊 好像早上七點 這應該是 對大家最好的 OK 好啊 謝謝 因為我這邊七點到八點 就相當於 最晚也是晚上七點到八點 還是一個 很simbolized hour 不需要大家 這個就是 待到沒難 是 Thank you 沒有了 那我們就回到 剛剛那些Stars 就相應說 66% 他們是工作者 然後他們希望可以創業 或是加強 商會這邊的互動 OK 然後還有傳承 對 我們希望可以請您一起來 跟我們做這個 Teresa是 鄧麗芹嗎 Sorry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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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都是自己的notes 你比較可能這樣 對 可能有些VR 哈哈哈哈 Sorry Sorry 那 有一些 我有想到的一些話題 對 不知道這個 是不是我們當天 很想 那當然我們當天 因為我覺得是大家的問題 對 我覺得我具體建議就是說 我們放一個 足夠時間 給大家react 像說兩個月以後 那 等於兩輪 第一輪就是你先透過線上的 某些interaction的方法 先把大家 就是common values 就是 先凝聚起來 那我針對大家感興趣的那個講 對 那在我講的過程裡 那一定還是有一些人會想要提出不同的Apple 對 那個就用我們上次看到那個系統slider 來處理 等於就是我們前面後面都是透過網路 大家一起決定的站檔 那前面決定的是一個比較broad 就是說我要看什麼主題 那後面是比較real time 就是說那我要回應那些問題 對 那我建議這兩個都給商會的朋友去 OK啊 太好了 那這樣就真的是非常有interactive的 對 主要是這會一直有一個話題 對 而且因為這用的軟體都不要參謀 你也會要別人也可以用這一套 那這樣的話 大概就一直有話可以得了 我覺得這對凝聚力也沒有幫助 OK 太好了 太好了 那我們這邊就跳過 因為 許多之前就已經有人有問過 都可能知道 對 如果大家到最後想要討論這個 那反正我一定 就是只要是這個super majority 我就一定回答 我不會不回答 那當然我回答的方向是 我自己決定 但是那個agenda是你們設定的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 我們就把agenda setting 也當作一個活動來做 OK 太好了 太好了 最後有一個小小的plug 對 就是我們有認識一位這個 啊 是 是 對 但是他也幫助我們去了解說 怎麼樣做這個預約的動作 那很好啊 對啊 所以今天也要謝謝他 好好好 謝謝李全輪 如果你在看的話 謝謝 是 是 OK 所以我們就來找一個到上七點的時間 好 你們是週間比較好嗎 週間就是weekday weekday的話 還是weekend比較好 To be honest weekend weekend比較好 對 那我的friday呢 就是我們的saturday 對 對 那我們就找一個 一個禮拜五 好 好比像說 看起來 10月30 10月30 對 10月30 好 perfect 那其實再往後的幾個週五 也都可以 就一直到 11月13都可以 所以就 就10月30 11月6號 11月13 嗯 但是我覺得也不要太往後 對 所以我建議10月30可能是最好的 OK 好 那我們就定下來10月30吧 對 那如果你後來看一看想要往前 10月23我也 勉強可以 但是30其實是最好的 OK 嗯 我們還是照著您的時間 那30號最好 對 對 Great 謝謝謝謝 那接下來的 Coordinate 對 那如果應該是要跟誰聯絡 嗯 我像這樣子的就是 座談 我這邊唯一的要求就是 這個直播的錄影 因為大家問問題是用 textual one mail privacy的問題 對 所以我全程錄影 在事後我會用 CC授權公開上網 那其他人也可以 learn from it 對 那如果這樣的話 其實技術上面的事情就是 這位剪刀 對 就是如果你要挑直播的平台啊 或者是你需要 就是 advise說 你要用slido 那前面的你要用 不知道pilot 還是 typhoon 還是什麼之類的 那很多技術上的事情 可以直接跟我們剪刀聯絡 OK 好 那其他的就是約時間等等的 是我另外一位即要秘書 不過我們現在都已經約好了 其實也不太需要 再跟他約 那但是如果有一些 細節的話 主要這還是 就是不是在台灣的活動 所以 因為我喬委會 目前沒有駐本班的同仁 但是外交部有一位 所以我們還是會讓外交部知道 對 因為這也算是 就是diplomatic這樣 對 那所以我們會 有一位叫做 Joe 他是外交部駐本班的同仁 那所以 可能之後 你大概有一個plan 確定那個date之後 你就寫一個email到這裡 對 然後我會再copy 就如果你需要技術上的職員 跟就 如果有一些外交部 或角度可以做的事情 OK OK 好 太好了 那這樣子的話 我就開始執行這件事情 沒有問題 我把一個plan做出來 然後我們first round的這個Q&A 我也可以請他看說是 對啊 用什麼專門來做 對 OK 太好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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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就保留7點到8點半了 好 7點到8點半 對 10月30號台北時間 那就這樣 拜拜 謝謝 謝謝